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2号下午 今天是周一,我们休息,那么就出去锻炼 大概走了一万多步,还不错,天气也不错 所以我一直在说什么呢,就是当然啊 这个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特别是我们说上了50岁以后的人 那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一定要保持锻炼 在一个较为良好的状态 那么一,对自己 二,不要给你的周围,当然是孩子呀,什么这些添麻烦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让自己的认知上一定要认识到 然后去做到 好了,那么50多岁的人啊,咱们说可能都会相继的怎么样 做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老爷,姥姥,是不是 我想应该这个,咱们说这个,很多很多人啊,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啊,这个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对吧 那么很,这个兴趣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也是啊,报告 我呢,也是 20号 这个 做了爷爷了啊,儿子生了儿子 那么我就升级了 备份就升级了 我也做了爷爷了 那么我谈一谈这个 我自己的一点点小体会吧 因为这个,辈分的不同,对吧 中国人的这个传统啊,就是,你看,婚姻 他带着什么,就是说 要生儿育女 要这个严反后代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啊 人类的严反都是,都是很正常的要去 那么作为一个家庭来讲呢 也是如此 婚姻呢,就带着这个功能 对吧,生儿育女 还有我们经常讲的就是 所谓这个,孝啊 那么无后为大 所有的孝里面 如果没有后代 那就是最不孝 对吧,这也是我们 一个传统的东西 当然了,今天我们说 形式多样 我们都能接受 每个个体的选择和状态 是吧 那么这个我不多讲啊 就是我们都会尊重接受 但总体来讲 人类的这个繁衍 一个家庭的这个 延续啊 这个一代一代的延续 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说 后继有人嘛 对吧 那么作为一个 到了这个年龄啊 就是当爷爷啊 这个或者是当奶奶等等啊 就是到了这个年龄 就是一种欣慰啊 我觉得是一种欣慰 要很清楚 就是你的辈分啊 就是感到一种高兴和圆满 那么下来的事情呢 就是孙子的事 一定是儿子 儿媳妇去 他们要去抚养他们 他们要去带他们 就是作为 我们说爷爷啊 奶奶辈子 就是这个 不要去过多的参与 这也是我跟大家的一个 提醒吧 就这个年龄的人啊 你如果能帮 你愿意去帮就帮 你如果说是 尽量的保持这种 让他们自己去 做他们自己的事情 养育是他们的事情 教育是他们的事情 是吧 我只是想作为我 作为爷爷呢 我就是一种 很欣慰的感觉 对吧 就是这样 仅此而已啊 好了 那么 我跟大家享受了 我的这个 一种一种 欣慰和喜悦 是吧 我相信 有天伦之乐的这种 人们啊 就是五十多岁的 这个人们 都是这样的 一个共同的心情 希望这个 后代越来越好 那么今天 我想谈什么呢 还是我说 上两集 我上两集谈了 就是什么年龄 要做什么事 鼓励年轻人去谈恋爱 然后接着呀 就是我们说 怎么样去经营婚姻 这个欣赏和信任 这都是我们说 一个很基本基本 而且你一定一定要坚持的事 那么下来我说 任何婚姻 任何你们相处 都会怎么样 产生矛盾 都会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如果我们说的 双方夫妻 对吧 最多最大不能容忍的是什么 我们通常说的就是 有一方有外遇了 一方什么有新的这个恋情了 对吧 不管这个 什么因素产生 当发生这类事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去 面对 或者怎么样的处理 你希望是怎样 你的底线又在哪里 这都是我们自己啊 就是 呃 在面对婚姻中 要产生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 事先 我都讲 你应该有一些 就是 呃 一种准备 啊 就是你把 你进入婚姻的时候 你会想到很多很多的好处 没问题 啊 任何的好处 它同时会伴随 它的不好 一定是存在的 我们往往 作为咱们来讲 只能看到 那个好的一面 而通常会忽略 那个不好的一面 所以 当问题来临的时候 你多多少少 你是没有准备的 你是没有准备 所以才会 显得 做很多决定的时候 就会 嗯 很冲动 很不理智 是吧 那么 我们 当 在你的婚姻当中 这样的问题 出现了 你要好好想 想你自己 你不要想对方 对错都不要去想 为什么我们很多啊 就是总是在 一发生这类事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 只是在 谈论对错 说啊 这是他的错 他应该 这个这个 负主要责任 他应该怎么 尽身出户 如果要离婚的话 然后 我会 我从道德上 我会从什么来去谴责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看似表面上你是对的 你是对的 但是 是不是你们俩能够在这个对错当中解决你们之间的矛盾 我说了 所有的爱情 所有的婚姻 在过平常日子的时候 都要发生很多很多的事 或者说你的一些坎儿 你得迈过去 或者说一种危机 你得面对怎么解决 特别是我说 如果说没有孩子的情况下 是一种解决方法 如果有了孩子的时候 你更要慎重去解决 是吧 这个 其实解决完毕之后 没有谁对谁错 我想就是提醒大家的是 过来的人 可能有过很多经历的人 都会去 让你现在再去处理这个事 你会处理的比较好 对吧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在那个 年轻的阶段 那个气头上 那个不冷静 那个等等 然后又很多顾面子 然后那会儿就 简直就是欺诈了 很多就是一刀把他斩了 然后就是不想见到他 然后就是怎么样 好像带着什么 这个时候你做出的决定 多数都是错的 完了之后你都会后悔 要奉劝一点 咱们说这个 夫妻两个人 当你们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们的家人 最好要回避 各自都有家人 对不对 我希望我们 双方先冷静 先不要马上想到一个什么结果 你要面对 那无非就是分嘛 离婚嘛 是不是 这个都不用去讲的 如果你想达到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下来只是按流程走 你都可以不出面 你可以委托个律师 我想说的是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愿不愿意两个人 重新给机会 然后去继续 这是我想说的 如果简单的问题 简单的处理 那谁都会 是不是 什么快刀仔乱麻 什么这些 我们今天的离婚率 为什么那么高 而且一半以上 说60%都是女方提出的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是不是 我们能不能去避免 我们的那个离婚决定 是对吗 如果你在往后 十年过后 你再去回想 我相信咱们50多岁的人 如果真的有类似这些 经历的人 他去回想 他当初做的那个 十年前 多少年前 做的那个决定 未必是正确的 未必是正确的 所以我在这里讲 你俩要不要去解决 还是说 出了你的底线 你这会完全接受不了 那干脆咱们说 走任何的这种 分离程序中的 什么也好 协商也好 走法律途径也好 下来就是流程走 分财产 这个抚养权的这个归属 等等 这个东西 你不需要使那么大劲 往往我说了 但问题发生的时候 你现在想要一个什么结果 你先想好 然后冷静 对吧 然后再去面对问题 接着我们要面对自己 去反思这一段 婚姻的这个情况 一定是有很多 自身存在问题 都要相互找 先不要去找对方的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 冷静 让自己冷静 然后让自己去想 这个问题 我能解决吗 我有能力解决吗 如果要解决 那我想 在冷静的状态下 一步一步的解决 最终 我想要的结果是 继续生活 那下来的很多问题 是朝这个目标去前进了 如果说你不想去做这个事 那什么都不要去想了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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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